那昨天呢我们曾在节目中报道了王力宏在上海宣传循会演唱会时 因为不满意记者提问有关李玲迪的话题 向记者下了逐客令的消息 虽然和记者闹得有点不太愉快 但是王力宏的宣传脚步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在结束了记者会之后啊 他做客了萨贝宁的节目和各名影迷了解有关电影的话题 虽然记者会上闹得不欢而散 但这不影响王力宏继续他的上海宣传 当天的第二战是萨贝宁的节目录制现场 在那里王力宏和大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或许在外人眼里王力宏自打出道以来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 但让人大感意外的是王力宏竟然也有被淘汰的经历 1999年时王力宏曾入选卧虎藏龙的选决名单 但最终导演李安把罗小虎这个角色给了张震 我当时也是1999年 李安导演叫我们去试镜一个角色 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非常兴奋 他寻找我大导演 然后他说他很快给演奏的比赛 然后我就分享这个故事 我真的很感动 念了一些台词也试镜了 在他面前试镜了 他也没有记起拍我 后来我就不知道 996没有回应 然后我也急了 我也非常急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一个 我这么想要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那次是我的梦想 如果这么近 那我们要拿到这个角色 然后 我有一段时间 刚刚那个电影 大家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难过 虽然那一次的打击 让王力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 八年之后 王力宏通过自身的努力 终于拿到了 李安电影《色界》的入场券 甚至还自己当上了导演 谢谢 为什么 有些甚至多奇妙的一个世界 当时觉得我 那个可能是 一生的一个机会 看谁 没有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不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 在自己身上的发生 所有的面试 你要给你的百分之一百 可是如果 没有拿到这个工作 没有拿到这个角色 别花太多时间在 在哭诉 因为赶紧把自己 抓起来 然后 再次发射 下次 肯定会秒的更多 很深刻 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在上海 我第一次拍电影 《雷霆战警》也是在上海 《色界》也是在上海 所以住了很长时间 《恋爱通告》 我第一个岛的电影 也是在上海拍摄的 众所周知 王力宏在歌台 已经堪称天王 但在电影领域 他还只能算是个新人 王力宏就透露说 自己在电影方面 有个学习的好榜样 那就是成龙 他有一个镜头 在他的一部电影 叫做《龙少年》 破了金石纪录 他拍了 两千九百条海变 他是七个箭子 但是在 你看电影的时候 是很快的一个镜头 你没有想到 背后有 这么多次的失败 在龙少年的时候 当成龙大哥 在拍 第两千八百九十九条 你想想 他旁边的人 是不是都看到在地上 都已经很想翻脸了 一个摄影师 灯风师 高居 他们都已经睡着了 他一个人还是很相信 他可以做到 所以 多少人会在 那个时候放弃 可是他不会 所以他就是成龙大哥 我一直在学武术 然后跟成龙大哥合作之后 其实最早 应该说第一部电影就开始 是一个动作片 然后跟唐吉利导演合作 然后从那个时候 就一直在学武术 一直在练功 然后在 火力全开的节目当中 我也融入了很多 舞打的动作 到演唱会的节目 如今在电影和音乐领域 双丰收的王力宏 并没有就此 暂缓前进脚步的打算 哪怕是给他带来 很多争议和话题的央视春晚 在他看来 也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作为你来讲 会不会感觉到 上春晚压力特别大 甚至有的时候 很想要退出 我觉得好像是在 做一个 就像去参加比赛 一样的感觉 我当时 在春晚那种感觉 是因为它是现场的 它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如果中间 忘了一个舞步 或是唱错一个词的话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没有办法说 等一下 听 可不可以在 没有 所以特别的刺激 可是我觉得对一个艺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原来新天地 宋小彤 张绿人 顾宁宏 上海报道